我只希望我們從這一題開始 這個地方呢 你要注意的是 你要注意的是這個 他說2公斤會3公分嘛 就是2然後會去會加3公分 所以說你現在已經15了 15就要加5公分 所以這個地方是不是要寫 你認為是多少 是不是要3分之10 對不對 3分之10公斤 3分之10公斤 所以3分之10要出現 那3分之10要出現之後呢 就是 你的拉力啊 你的拉力 彈簧的拉力是 彈簧的拉力 因為他造成15公分嘛 就加5公分 所以彈簧的拉力是3分之10 然後他的 然後他的 這個 向上的作用力 跟水平的作用力 都把它畫出來 那他這個向上的作用力會抵消 向下的2嘛 對不對 這兩個都是2 對不對 所以3分之10對上2 就是2去對3分之10 然後這個c他會出現在這裡 免c他會出現在這裡 免c他會出現在這裡 所以這個斜邊是3分之10 所以你拿2啊 好 如果拿2去對3分之10 這樣就變成10分之6 10分之6 5分之3 對不對 這樣就變成 口菜θ5分之3 那 這個θ就是53度 好 53度 好 53度的話 他的0邊是3 斜邊是5 對邊是4 好 對邊是4 那所以 這個地方 呃 斜邊是3分之10 那 這就是3分之8 好 水平力就是3分之8 水平力是3分之8 那這個他 呃 所以這個53度解決了 那 那彈力就是3分之10再乘以g嘛 g等於10啊 對不對 3分之10再乘以g 就是3分之100 好 3分之100 那這個速度 那這個速度 速度 速度 就是你是不是做虛線的圓周運動 對不對 做虛線的圓周運動 圓周運動 就有向心力了 這向心力就是來自於 剛才那個什麼 3分之8 好 3分之8 可以嗎 那 那就是這個 f f的sine 53 這根本就是3分之8 3分之8公斤 要記得再乘以10 好 乘以10就變牛頓 會等於r分之mv平方 這是向心力公式 這是向心力公式 那你的r r就在於說這個15要改0.15對不對 好 15要改0.15 好 我再寫一遍 你15要改0.15 這個是15是公分嘛 好 53度的對邊 那就是5分之4 那這就是12公分才對 所以其實你這個分母啊 12公分那就是0.12 好 這地方是0.12 那這個地方我再說一次 這剛才說3分之8乘以10 牛頓 好 換牛頓 那你就可以算v了 v就是根號5分之8 就是根號1.6 那你 這個 因為你是等數圓周運動 就是2πr除以t嘛 圓周除以周期 那你就周期跟那個v互換啊 就好了 就變成這個 只是這個 答案很醜 答案很醜 可以嗎 你要有理化 那你的r還是一樣 你這個地方 直接寫0.12就好 好 0.12就好 那就是用彈簧的長度去算那個 圓周的半徑 那這一題啊 這一題的話 就是 其實就是有三段 那 外面這個呢 外面這個 他說是 外面這個 他是1嘛 對不對 質量1 那這個 中間這個 mb呢 質量是2 質量是2 那ma 第一個質量也是2 好 那以距離來講 齁 距離 這是圓形在這裡 好 所以說 你這是半徑嘛 好 半徑 半徑1跟半徑2跟半徑3 齁 所以 如果我用半徑 那他去繞圓周 對不對 用這個東西去繞圓周 所以你 最外面那個 最好算嘛 齁 最外面這個 最好算 因為你就直接是 什麼 就是 質量m 再乘以r omega 平方 齁 你的向心力公式 向心力公式 fc 齁 m 再乘以什麼 r omega 平方 齁 好 角速度的平方 那因為三個都繞圓圈 同一條繩子 都在繞圓圈 就好像地球上 大家的角速度是一樣的 好 速 圓周速率不同 齁 但是 角速度是一樣的 好 角速度是一樣的 所以說 你 對對 tbc來講齁 就是b跟c之間齁 就這一段 好 b跟c這一段 因為這樣就是讓c 讓c 可以繞圓圈就可以 b跟c是讓c 可以繞圓圈 那就是 好 c的質量 再乘以什麼 c的r omega 平方 好 c的質量是1啊 c的半徑是3 好 omega平方大家都一樣 不要動 所以這個地方是3 omega 平方 好 3 omega 平方 可以嗎 那 再來就是要討論 b b呢 b的話 他比較特別 因為 b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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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這個東西啊 這圓圈 這個部分齁 b這個部分呢 他要收到什麼 收到一個 收到一個向右的 好 bc的拉力 跟向左 ab的拉力 對不對 好 所以啊 你就變成說 你要t什麼 tab 好 ab之間這一段 去減tbc 因為一定 b也是 向先例是向歐點 向先例是向歐點 好 這樣子 好 向左減到向右 還是向左 好 就變成 m b的質量乘以b的r 好 好 可以嗎 藍色的部分是這樣 好 那 我清楚再寫一次 所以你 你的tab啊 齁 -tbc 好 那b的質量是2 嘛 rb的半徑也是2 好 所以說 這個部分 剛才算出來是3ω平方 對不對 好 ab不知道 tbc 該算是3ω平方 那這個部分是4ω平方 所以說你的tab啊 tab就是7ω平方 可以嗎 可以嗎 這你們 就是 你們老師紫色的部分 你寫的是這個意思 好 7ω平方 好 所以這樣才會是7比3 好 ab對bc的張力才是7比3 這個部分 呃 不亦有公司啊 你的pv等於nrt 對不對 好 pv等於nrt 你這個p要用atm喔 記得嗎 好 所以你這個380毫米拱柱 齁 那760毫米拱柱 齁 齁 就76公分嘛 對38公分 所以你消耗了38公分的拱柱 消耗了38公分 對76公分來講 那就是0.5atm 對不對 這個p是0.5個atm 好 0.5個atm 好 再寫一遍 pv等於nrt 齁 所以你這個地方要0.5 啊 這個地方是總體積是1.5公升嘛 沒有問題 好 那你的波瑞爾常數0.082 好 首先 我們 感谢观看